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记录本 今天又要跟大家聊一间科技公司啦 它叫做JFTEC 它也是一个马来西亚啦 我看应该是唯一间有跟华为有联营成立企业的一家本土上市企业 所以今年似乎会是个挺不一样的一年啦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间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OK,JFTEC股票代码是0146 所以JFTEC本身在2006年在马来西亚注册啦 并且在2008年就在Xmarket上市了 而JFTEC旗下一共有4家全资的子公司 以及1家合资的公司 所以4家全资的子公司呢 有为半导体和电子组装市场做设计 开发、定制制造和销售集成电路测试插座 互联、测试解决方案和设备等 然后还有电子产品以零部件的制造和贸易 投资用途啊 测试开发工程服务 测试接口解决方案的人才开发和销售 所以基本上都是做一些非常让我们赏户很难理解的行业啦 不过非常重要的就是它这间持股55%的合资企业 OK,这间公司是做集成电路测试 接触解决方案的设计、制造、销售和提供技术支持的 而这间公司就是跟华为一起合资的一间企业来的 OK,所以其实Javtech本身的产品啦 它是全球集成电路制造商 So,Javtech本身是全球集成电路制造商啦 主要提供高性能测试接触解决方案的领先创新者和制造商 So,该集团其实早在1999年就成立了的 So,2006年呢,更像是重组啦 因此这个公司算是也有一个20多年的历史了 So,2005年呢,集团已经成为了原创设计、制造、供应商啦 So,它是有自己的内部设计和开发团队的 So,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了现在10多年的发展呢 Javtech能够产生这么高的毛利 以及手上未有这么多的专利 OK,该集团的总部是位于 马来西亚、雪兰儿的哥打白沙罗 并且在中国昆山设有制造基地啦 为什么会跑到中国去设厂 也是因为华为的关系 OK,本身Javtech也为全国100多家跨国公司提供了它的产品的 而目前Javtech一共有87项专利 So,算是一个马来西亚少数未有这么多专利的企业来的 然后几乎都是跟5G跟汽车测试应用相关的专利 OK,so,通过外媒我们可以发现到 Javtech主要的产品啦 为什么会这么受到亲爱呢 是因为它的产品质量是挺高的 而且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专利项目 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它会有技术壁垒的 而到了2020年啦 Javtech也成为首家与华为展开联营合作的马来西亚企业 OK,so,可以讲2020年算是华为的一个巅峰合作 so,可以讲啦 2020年是Javtech的巅峰时刻啦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它就跟华为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 OK,so,Javtech是拿出50万美金就可以买下公司的55%股权啦 而反而华为用150万美金才拿下45%的股权 so,这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Javtech在这个股权分配上以及出值的角度上呢 是挺受惠的 因为它出的钱更少 拿的股份更多 而华为出的钱更多 拿的股份更少 这主要得益于Javtech手上有了多专利 所以华为才会愿意给到它一个这样子的优惠啦 算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情况 你需要我的专利而我需要你的市场以及需求 OK,so,我们看到这个巅峰时刻呢 其实也是蛮夸张的 因为在2020年它一根华为合作的消息 公布在媒体上的时候呢 Javtech的股价走势基本上一年内翻了10倍啦 从两毛多涨到两块多 OK,so,这个是马来西亚非常少数 能够在短短一年内上涨10倍的股票 OK,so,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7年营业额跟盈利 你会发现到呢2017,2018,2019跟2020似乎是没有什么增长的 而到了2021开始呢 整个营业额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走势了 OK,就变得比较高一点点 我相信这主要是跟它 华为合作呢让它市场的知名度提升啦 进而提升到它的营业额 那问题是呢 它的盈利提升方面是越来越差劲的 OK,也就是讲啦 最近的几年虽然讲经过了2020年的一个巅峰呢 的确让它的市值知名度提升了很多 不过这几年它慢慢的的确是慢了下来 从营业额增长以及盈利情况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点点这样子的迹象了 OK,所以我们就要主要去看一下它的营业额来源以及增长 为什么会导致到JFTEC呢逐渐慢了下来 OK,我们来看一下啦 其实最主要呢就是马来西亚跟中国的贡献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贡献 基本上占据了集团一半以上的营业额了 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 Financial 2022 中国跟马来西亚占了68% 而到了2023呢 中国跟马来西亚加起来也有63% OK,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就可以明显的看到 马来西亚跟中国的营业额走势 所以马来西亚的营业额走势呢 的确是增长到非常的迅速 我相信这个跟华为合作有很大的关系啦 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产能似乎还没有跟上嘛 所以更多是要由马来西亚这边去提供的 而到了过后呢 你发现到中国也慢慢正在追上 营业额也来到了1300万 所以似乎的确是有在增长的 不过我觉得是远远低于我们投资者的预期 不过到了2024才这年的 的确有一个蛮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啦 在首两个季度呢 中国的营业额一共贡献了870万 而马来西亚只贡献了590万 也就是讲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内呢 中国的营业额首次大幅度领先于马来西亚的营业额 占掉了它的营业额的40个% 所以这方面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告诉到我们投资者一些讯息啦 似乎中国的工厂在2021才这年公布要合作到现在呢 终于跟上来了 它的营业额是有大幅度在提升的 而这个事情等到最近的两个季度呢 我们才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断倪 所以未来几个季度 我们还可以持续关注中国那边的营业 究竟能够提升到一个怎样的水平 OK 所以目前我们来看到啦 其实JFTEC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CAPEX 2019年跟2020年 它就默默无闻在做着它的生意嘛 2021年呢就开始有一点投资了 投资了5.9个million 而2022财政年啦 OK 再讲的是财政年啦 开始有1800万的投资 这是因为开始跟中国华为有合作嘛 所以它要去到中国去租赁厂房买机械 OK 自从2022年过后 基本上都要花很多钱在CAPEX上面 所以代表着JFTEC由于受到合作伙伴的邀请啦 变成它有很大的一个需求 所以它必须要投入很多钱 再研发到买机械 到扩大厂房 才能跟上顾客的需求嘛 因此 虽然讲停顿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还可以关注它未来几个季度的业绩 OK So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看到JFT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会在想中国的投资是不是打水漂了 为什么以前2021年啦 能够一年的时间涨10倍 而到了现在股价只有8毛多 OK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管理层就有解释啦 因为2023年呢 全球半导体的需求是下滑了10.3% 所以导致到呢 不只是中国啦 在马来西亚到美国的用户呢 都是减少半导体的需求的 因此JFT不免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业绩才会一直停滞不前 第二点他也有提到啦 中国的工厂的需求是疲弱的 OK 可能在前面的人员啦 或者是机器还没有到位 因此前面还在磨合阶段 但是呢 到了2024年啦 最近这两个季度 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 是由手回升的 甚至回升的力度非常的大 从原本他只占到 整体营业额的30% 到现在已经来到40%了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就要看管理层讲的话 究竟准不准啦 他讲是中国的工厂区域成熟嘛 至于能否持续提升更多营业额的话呢 我们还要看接下来几个季度的报告 OK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JFT在2021年 达到一个巅峰 然后算是到现在已经休息了3年的时间 这样现在我们来聊JFT 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看点呢 所以管理层也很好啦 有整理给我们看 他将有两个增长引擎 第一个就是测试工程解决方案的业务 以及中国工厂将趋于成熟 这两个能够为他的盈利 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第一个 JFT就讲啦 他已向市场推出了一个 改变游戏规则的新产品 叫做Bell Map OK 至于这个产品是做什么的呢 我暂时是查不到 然后JFT也有提说 这个产品已经获得了专利 并专门为5G毫米波设备测试而设计的 所以这方面我相信也是会给到很多的用户 多一个选择 所以至于这个产品能够带到多少少的营业额 以及Profinite Margin呢 我们还要看接下来几个季度 OK 第二点就是呢 他有提到 哥打白萨罗的新工厂建设 已经是进展顺利了啦 在去年刚刚完工 OK 所以现在这个产能将会增加一倍 就是从原本 只有4万6千Sq的那个面积嘛 现在有9万6千Sq的面积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工厂扩大一倍 它就可以放更多的机械 或请更多的人员呢 来进行操作 进而提升营业额 OK 因为休息这三年 我相信很多投资者都非常的不满 因为营业额 竟然在跟华为合作过后 是没有增长的 所以很多投资者才会觉得 这个公司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股价才会下滑嘛 所以如果这个扩张能够为它带来更多的增长性 那样子我觉得它还会再持续的增长下去的 OK 所以目前基本面数据其实 看点没有很大 OK 目前市值8亿2900万 NTS1毛4分4 股价有8毛9分 也就是讲啦 你要花8毛9分 才可以买到一个1毛4分的资产 算是非常昂贵的 再加上它的PE是90倍啦 也就是讲你买这个公司 它要等到90年才会回本 OK 是非常夸张的水平 这也是可以侧面看出啦 Malaysia投资者对GFtech给的信心是多么的足够 OK 因为它是马来西亚唯一一种华为有联营公司的嘛 所以自然而然 大家会给它更高的期望 更何况最近华为 在手机方面也传来非常多的一些好消息 所以GFtech 我觉得值得被大家注意啦 OK 它的问题还是很贵 所以目前股息率1.12个percent 所以很明显的 投资GFtech的朋友 不可以是为了股息而投资 更多是股价上的增长 OK 把这么多不好下来呢 只有一个是好了啦 那就是进现金是6500万啦 至少这个公司没有很高的负债 换算到美股还有7分钱的进现金 因此 你可以讲它贵 不过你不可以讲它这个公司 会有破产的风险啦 我认为概率上是较低的 因为它还有很大的借贷水平 甚至还有进现金空间 OK 所以目前GFtech有4个机位 第一个是中国新联营公司 OK 所以在2021年它跟华为合作嘛 2023年呢 它就跟一个深圳红富 澄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啦 来合作 所以这个不是随便签个memorandum罢了 它有成立一个合资企业 所以这个中国公司啦 会出股320万 拿了80%的股权 而GFtech会出资 80万 拿了20%的股权啦 所以 合资就是400万 所以这个是蛮公平的 就是一个平均水平 这个好事好载啦 它将会在他位移 各打白色楼的新工厂 来进行操作 也就是讲这个新产能 其实我一开始会担心 会不会没有需求 所以这个公司正好可以填补了这个需求 让这个合资企业在这边运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呢 这个新产能将会 被有效的利用 OK 第二个是马来西亚的新产能啦 就是我们刚才上面提到的 那个工厂扩大一倍 所以在过去好多个季度里面 很多科技股为什么能够翻倍再翻倍呢 就是因为产能的增加 所以GFtech也满足了这个条件 第三点是半导体的需求回温啦 不管是外部的分析报告啊 还是GFtech本身管理层 对于今年半导体的期望 都觉得半导体的需求会在2020年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看下去 5月的一个季报 因为5月季报就是1月2月3月的成绩了 第四点是中国工厂开始发力 OK 基本上2021年讲要件 到现在呢 增长是很缓慢了 直到最近两个季度 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国的需求是大大的提升 所以这个东西能否持续下去呢 OK 管理层是讲有信心 能够持续增长下去啦 至于持续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还要观察业绩 OK 所以风险也是有四个 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很多价值投资者 或是基本面投资者很难接受的 就是估值超级贵啊 90倍的本益比 不知道大家买不买个下手 第二点是近几年的扩张后表现不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 营业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增长的 也就讲啦 2021年他投钱进去到现在呢 都会没有收回本 甚至盈利一直在下滑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 所以目前管理层是有写到很好的prospect 以及很好的找望 至于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第三点是中国需求的支撑啦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JFTEC本身的营业额是没有什么下滑 也没有什么增长的 不过整体的构造是有很大的改变 Quarter 1跟Quarter 2啦 基本上都是中国在做支撑 而在马来西亚的需求是跌到很快的 so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的就两点咯 第一点中国的需求上来了 不过整体营业额没有提升 第二点中国的需求增加了 但是毛利下滑到很严重 注意新一个季度的毛利只有11.6% 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非常的担心 ok so第四点马来西亚的优下滑当扩张已经完成 这里讲的就是随着中国优的上涨 但是马来西亚的优下滑嘛 但是去年尾啦 他在马来西亚的工厂扩建一倍的这个消息已经完工了 ok至于需不需要或是有没有这样多产能来填补呢 我们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 所以目前来讲 我觉得JFTEC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啦 就是他要做东西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管理层讲的预期也讲完了 而后面要讲跑呢我们还要看实际的业绩 所以非常值得高风险的投资者 持续关注未来几个季度JFTEC的业绩 ok so我的看法是JFTEC是个高风险 超级无敌高风险的科技公司 适合高风险投资者 而股息性投资者呢是有必要避开这类型企业的 第二点是万事俱备啦 只带管理层的期望成真啦 因为不管是工厂的扩建 还是中部的产能呢 都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至于能否变到一个好业绩呢 我认为未来几个季度非常重要 以及目前看来产能跟营业额的提升 是有较大的问题的 ok因为我从外国的一些数据就发现到 JFTEC的产品的价格啊 质量上啊是ok的 不过它在制造的产品的时候呢 周期会很长 也就是讲啦 它会有很大的一个营业额瓶颈 所以目前这样整个情况就是 中国产能趋于稳定嘛 以及在马来西亚的工厂也开始扩建并完成了 所以这个东西究竟能不能解决它的产量问题呢 是值得我们投资者慢慢去观察的 ok so直到这一点啦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如果它的产能跟上 营业额就会回来 从营业额回来过后呢 我们还要去看它的profit margin 会不会维持在过去几年的一个高位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样子JFTEC本身的高估值呢 我认为是会被大打折扣的 因此非常多东西需要等到多几个季度 再进行研究以及观察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样多资讯 也可以订阅本频道啦 大家也有需求的话呢 我将会持续的追踪 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 以及大老板如何实操 交易的话呢 也可以花一杯咖啡钱 交到大老板的会员频道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